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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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透过艺术 赞美天主的风法 在教会的历史 很多圣堂 很多画画 很多艺术的作品 都是为了赞美天主 书佛是其中一种艺术 赞美天主 天主的美 其实要写书佛 都是要身体平静 不要紧急 不要紧急 保佛脚 要慢慢锻炼 中国人有一句话 寺墓八日功 意思是 每天都要练习 不是 写就可以了 当然都要锻炼 我想是灵修封面 祈祷 或者是 如何爱人 爱主 都要训练 不是 突然间 我们会爱所有人 宽恕所有人 我们都要学习 就好像书佛一样 要念字 都是一日之后一日 字幕八人功 才有效果 所以我们灵修桑活 都要有训练 但是我不是一个书佛家 是一个书学生 但是都很有兴趣 希望可以到一些锻炼 念字 因为我喜欢 还有一个方法去投入 这个生活模式 这个中国文化 特别因为我是全球 很明显我不是香港人 不是中国人 但是现在我们接近这个圣诞节 耶稣就算是天主 但是愿意为了融入我们的世界 愿意在我们的世界出世 学习公语 学习写 学习犹太人的集中文化 为了接近我们 我就是这里 不是中国人 但是学书佛都是一个方法去融入 这个生活模式 这个香港中国的文化 比较像耶稣那样 会爱世人 我也是爱中国人 香港人 希望可以多些投入 这个生活文化 再见 见读 优优独播副 红灿 仰散 优独播剧 靠加